全国发生多宗与电子烟相关的肺病及死亡个案后 纽约州卫生官员17日通过紧急法规 禁止销售家卫电子烟及液态尼古丁 公共卫生和健康计划委员会批准电子烟禁令 认为此举将有助于阻止未成年人使用电子烟 并形容目前的情况已陷入公共卫生危机 该禁令立即生效 预计将会持续90天 并期望在永久立法禁止之前获得续签 不过仍有部分的委员会成员对于紧急的措施感到不满 委员会成员兼医生马丁说 虽然电子烟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但他仍然投票反对规定 认为禁止有如一项重大的公共卫生实验 可能会带来影响电子烟零售业的意外后果 但是另外一位成员兼成瘾专家布朗哲表示支持 认为公共卫生是一个进程缓慢的过程 袖手旁观将会令人更加的担心 数十名电子烟民在委员会举行会议期间到场示威 称家为电子烟帮助人们戒烟 此外有电子烟的店主担心 禁令有如把他们赶尽杀绝 或只会令黑市蓬勃发展 为了让司机们尽可能的享受公平定价 纽约区域计划协会一份新的报告 就交通拥堵费计划提出了一些定价建议 根据区域计划协会的收费计划 司机们需要在早上5点到晚上11点之间 花费6.12美元才可以进入曼哈顿最繁忙的区域 该区域将会包括60街引南的所有街道 区域计划协会表示 一种收费模式是双向收费 这意味着司机进入该区域或是离开时都要收费 此举是为了阻止那些试图通过寻找最便宜的出路 来避开拥堵地段的司机 另一种收费即是在高峰时段的收费定价 意思是将在早晚的高峰时段 向司机收取高达9.18美元的费用 所有的定价模式都建议在夜间和周末的白天 收费3.06美元 周末的晚上不收费 区域计划协会表示 卡车的收费将会是普通车的2.5倍 理由是卡车对于交通和污染的影响更大 使用罗斯福快道和西侧高速公路 亨利·哈德逊公园路的司机 如果不进入纽约市区内部的街道网络 将不会被收取拥堵费 区域计划协会表示 出租车的司机将会有获得豁免权 因为他们已经缴纳了拥堵费附加费 然而其他车辆将不享有豁免权 即使是紧急的车辆 州长库默的办公室于17日透露 库默决定取消强制要求10年以上的车牌的车主 支付25元更换新车牌的计划 近日更换车牌的计划引起外界的强力反对 共和党人更扬言将会举行听证会 立查车牌门事件 州长顾问阿泽帕迪表示 以透过州车管厅长施罗德表示 目前正在与州议会合作提供解决的方案 允许拥有相对完整的车牌的驾驶人士 不限发出的时期也可以继续使用 事实上施罗德于上月29日的声明 已经把责任推给立法机构 表示如果州议员能够同意具有成本效益的车牌检查机制 已确定哪些使用10年以上的车牌仍然状况良好 并不需要更换 我们欢迎合作机会 根据州长上月的提案 所有使用10年或是以上的旧车牌的车主 需要缴交25元的换购新车牌 如果想要保有原有的车牌号码 需要付额外的20元 习严纳大学的民调表示 全州反对和支持这个计划的比率为60%比31% 三分之一的选民认为25元的收费并不公平 更有7成5的人表示反对收费 阿泽帕迪在声明中解释逆转政策的原因 称官员早于数星期前就已经改变想法 因此习严纳大学的民调结果只能反映过时的讯息 一名非洲裔的男子色嫌在布鲁克林犯下两宗企图枪奸案 纽约市警18日公布该嫌犯的照片 呼吁知情民众提供线索 警方表示手中的案件发生在8日的早上4点30分左右 在位于公园坡Golfio Place 交展望公园西的街道上 当时一名26岁的女子正走入其居住的大楼内 不料该名的男子一路尾随进门 并向他展露下体 嫌犯随后抓着受害者的腰部企图强奸 受害者最终奋力的挣扎逃跑 嫌犯随后往展望公园的西街的东向逃逸 第二宗案件发生在16日的早上7点 在位于八大道郊Carol街的街道上 嫌犯一路尾随一名17岁的未成年少女 走到一半时 突然从少女的后面触摸其臀部 并开口威胁说要性侵她 索性一名路人募集案发过程 出手相救 并试图制服该名男子 但嫌犯最终一脚踢向目击者逃脱 至今尚未落网 警方表示 两名涉案的受害者均无受伤 警方目前对于男子发出通缉令 嫌犯身高位于5寸10尺至6寸2尺间 中等身材的非洲裔男子 呼吁知情民众提供线索 拨打止坠热线 1800-577-8477 由华人善中基金会创办人 其乐剧民聚会之音会长 陈曼杰明女士创办 纽约振兴乐剧演艺中心 在日前正式成立 会长陈曼杰明女士 制定于弘扬中阳文化国粹 在曼卡顿黄青商业地段 开办乐剧演艺中心 当天还邀请乐剧表演艺术家 及纽约乐剧界名人 正上名流济济一堂 共同出席隆重的开幕仪式 乐剧乐曲是我们中华文化的 一个传统的艺术 这个平台的确比了很多 爱好粤剧乐曲的朋友 就有了一个学习啊演唱啊 这样的一个地方 希望在这里 粤剧艺术主心就更加会发扬光大 以及培养更多的爱好粤剧 包括他想演戏也好 艺园也好 以及乐外也好 多些参与这个活动 以及去传承我们这个文化艺术 纽约振兴乐剧演艺中心 提供纽约最佳的戏剧交流 创作创新的平台 以演习乐剧弘扬国粹为目标 这个只是开始了 这个演艺中心开幕之后 希望可以培养更多的年轻的观众 培养年轻的演员 也都是希望可以去到社区啊 通过里地去传播啦 以羽目掩身边的朋友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希望多些人去发挂他的好处 如有关捐款及其他问题 可致电212-680-3132查询 谢谢 在这里呢 我是侯公主 今天来的我们社区的好朋友